描述聽障聲在校園被霸凌的故事 改編日本漫畫同名動畫片 生之行在今天上映了 看過退營會的聽障朋友都說 這部電影終時呈現聽障聲 在聽人團體的孤獨感 推薦大家看這部電影 就可以了解聽障者的感受 聽障聲細工蕭子轉學到新環境卻被捉弄 溝通不便融不進同學的圈子 戴頭欺負蕭子的同學十天僵眼 最後也被孤立直到再度重逢為止 改編自同名漫畫的動畫電影生之行 不但描述出聽障聲被霸凌的情節 更表現出聽障聲在聽人團體中的孤獨感 電影特音會特地邀請全臺聽障團體來欣賞 曾經就讀過聽人學校的 桃園隆雅協進會理事長蘇雅惠 看了感同身受 以前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 一開始聽人同學還不錯 對我充滿好奇 但是久了之後就開始厭煩 常常排擠我 有時候想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可不可以用血的 可是都不理我 還把吃完的垃圾 通通塞到我的抽屜裡面 在桌上寫你去死之類的話 龍人處在聽人團體中的心情 我常常聽到被欺負啦 被嘲笑啦 現在看了這個電影很有感觸 情況很像 電影的情節引發聽障朋友的共鳴 這部電影不但獲得日本東京動畫獎 電影類最佳動畫 最佳編劇兩項大獎 理念也受到日本政府的認同 一起合作 向各地中小學宣傳防止校園霸凌 和尊重關懷生長學生 看過特音會的臺灣聽障朋友也很推薦 如果在我小時候有播這部電影 可能會讓他們更了解 這會對我幫助很大 會努力去互相理解 對方的心裡在想什麼 原著的作者因為母親是手語翻譯員 而構想出生知情的故事 同時也是寄你的名字之後 又易先起話題的動畫電影 透過聽障聲的故事 鼓勵有過相同處境的人 鼓起勇氣向你傳達我的心聲 記者 台北報導